所谓的解行定重 解行就像鸟的两个翅膀 睡衣不渴 修行的三个过程 分别是悟道 修道 承道 如果没有开悟 不知道心在哪里 道在哪里 修行就如挑千斤重担一般 没有正确的方向 终究不能成就道业 佛法里面的八万四千法门 其实每一个法门的学习 都有他的一个功德妙用 只是说有的人他有完全理解 有的人他没有全然的理解 所以有解无形增长邪静 因为那个观念就不正确 你有立即一切 没有实际去做 所以那个认知是不对的 好像我要教你游泳 我们都在这边谈你如何游泳 可是我们都没有下水 那怎么有犯了真实去感受到呢 所以有解无形增长邪静 有形无解增长无明 为什么增长无明 因为自己没有去弄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说 这样子做没有什么多大意义吧 然后就懈怠了 就退步了 那我们又常常看到 在佛教界里面常常做各种的法会 坦白讲 不要说非宗教徒 很多佛教徒他甚至于都不明就里的说 都是办法会 那法会到底的意义是什么 一个道场有奖金 有教学 却没有真正的修行 结果只是增长邪见 反过来有修行 没有奖金 没有研究教理 结果是增长无明 佛法着重的是解形相应 解形并重 解形就像是车的两轮 鸟的两个翅膀 少一个都不能成就 法界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解形并重 解形并重 解形并重